刚刚传出婚讯的邓超是人风喜事精神爽 在四大名部的拍摄现场 我们的镜头就常常捕捉到他欢乐玩闹的画面 相对来说扮演无情的刘亦菲则安静了很多 为自己的角色暗暗酝酿情绪 影片四大名部中冷血无情追命铁手各怀绝技 不过他们也有个共同点 就是都非常的爱耍酷 不仅出手很辣脸上也总是没有表情 不过在片场他们的扮演者可一点也不顾 相反个个都很阳光逗了耍宝是场事 邓超扮演捕快冷血身是悲惨 从小被狼群养大 人物性格颇似点结着通天帝国中的陪东来 不够言笑形式诡异 依附巨人千里之外的架势 冷血有着狼一样的獠牙 不过戴着牙套的邓超常常逗乐全场 我很使劲地咬它是真咬它靠在柱子上 然后我就 我就顶着它 然后啊 嗯 牙也掉到这了 戏里两人经常较劲 但在戏外 他们却非常投缘 想看他的腿踢我的踢我的牙 这大的看点 反正那天咬的牙床掉下来 不仅如此两人海异想天开 要把四大名部排出搞笑续集 我跟中级每天都在设计第四级第五级的这种搞笑吧 快快 对 剧组里爱斗乐的可不止这两位 就连扮演铁手的邹超龙 也会时不时的搞笑一把 这时候可以当舞齐来 跟舞齐来的对吧 当然 当然 现在都可以 我邹超龙的时候都可以 但是我不会轻易地动 就问那么少 再问多 谢谢 相比起男搭档们的活跃 扮演无情的刘亦菲就文静得多 一个人在一旁静静地准备角色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刘亦菲的影响 几个大男人也安静了下来 不过您可不要以为 他们是在讨论角色 我们的记者走近后发现 他们居然是在玩 逼逼看谁 记得水果更多的小游戏 在斯大明古的剧组明星众多 不过您知道他们中间 谁最爱耍大牌吗 瞧就是他 小狗仔仔 他在戏里是冷血一样的宠物 说他耍大牌一点都不过分 别看他年纪小 长得也不咋地 可是就连大美女刘亦菲的面子也不给 虽然仔仔很有贫气 可是上的导演吓得工作人员都很护着他 排气累了以后还给他做做马杀鸡 我们都轮流的早上那个邓超还给他按摩了 轮流给他按摩那么大盘啊 你这是大盘吧 你不但眼睛大你盘也很大哦 小狗小狗 你愿意加入娱乐圈吗 这个吗 看心情吧 我觉得他还是做一支平平板 的小狗 除了仔仔以外 据说戏里的几位主演 还都有各自的宠物 他们也将要发挥很大的作用 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在今后的节目中 再为大家一一带来吧 感谢观看